今天上午在中山堂举行的台北市公私立中等学校优良学生表扬大会 由台北市教育局长高明辉主持 接受表扬的优良学生是台北市公私立中学以及普及学校108个学校 23万多名学生里面选出的398名学生 他们都接受了教育局所颁证的奖状 旧国团执行长宋世贤也在表扬大会中发表了演说 勉励学生继续努力